词文宫 哥哥 当中那人便是识文宫 良山贼寇们 来讨伐我增头氏 既然来了 出来与我一战 来一个 我杀一个 来两个 我杀一双 来呀 宋江小儿 我今天势必要缺你狗命 谁与我先擒住这厮 报往日之仇 我却去这厮狗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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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更强的来 我杀他杀得不过瘾 驾 驾 花蕊兄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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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哥 儿啊 爹爹 大老啊 你不听教师的言语 非要和那梁山的贼寇争斗啊 爹爹 不要伤心 我这就杀了那梁山贼寇 为大哥报仇 站住 你不能去啊 爹爹 都什么时候了 我要为大哥报仇 哥哥们 肖强军可以轻敌若此 我要为大哥报仇 你还有老父 还有其他的哥哥 为了他们 你也该多想想才是啊 大哥死了 大哥死了 他虽然死了 可是 宋将军中志勇盟将极多 一时某余剑 现在应坚守武寨 来 暗帝速派人暴揍朝廷 调兵遣将 多派些兵马 分作两处争奖 一处攻打梁山 一处保我增头士 你贼无心恋战 必然退兵回山 这才是上策 儿啊 教师说得是 教师说得是啊 梁山吾用纳斯 诡计多谋 不宜轻敌 只宜退守 待旧兵到来 再从长商议呀 待旧兵到来 时某不才 愿与如等众兄弟 一同杀敌 必获成功 小将军 我劝你 可要多寻思些呀 杀我亲兄 此仇不报 更奈何时 只等养成贼士 替敌则难 哥哥们 谁愿与我同去 为大哥报仇 我们愿与我同去 回类 不能去呀 你们不能去呀 打开 不要轻举妄动 放箭 打开 护兵盾牌 送去金银铁牛 与勤鸣兄弟 轻与 众将军 护兵盾牌 赢 双家手儿 张家手儿 护兰子 就本事放大过来 宁金兽兵 宁金兽兵 速速回营 护兰子 护兰子 老公 宁兵盾牌 快点 今日输了一阵 却也无妨 只是 李奎兄弟并秦明兄弟 受了点轻伤 将养些时日即可 君士 卓人送二位兄弟 回山寨休养 是 众位兄弟 为何闷闷不乐呀 前路虽然艰险 但是我们焉能善罢甘休 今日我们伤了两员战将 可是 也杀了他们一名将领 算是不亏 这前有陷阱 又有骁勇战将 城池坚固 我们还是小心硬敌为伤 这增头是一手难攻 但是朝天王的仇 不可不报 众位兄弟可有良策 哥哥 还记毛个身呢 硬杀就别吃了 好歹要拿下 增头是人命剑 我梁山兄弟却个个都是好汉 若是折损在此 却不合算 灵教头 灵教头昔日曾统领八十万进军 今日这一战可有更好良策 恰教军事问起 羞愧无敌 灵冲空有一身蛮力 所谓教头 无非是调教军事 对列护卫 虽同门之忠 但论运筹帷 决战千里 林冲抵不上我师兄卢远外 远远 但凡能报朝天王之仇的 便是借我宋江的愁美 院外你有呼喝千军之能 何故荒废于此啊 可可说 我有呼喝千军之能 我大宋得你一注 便可得意缘 保国安邦的名将 院外 你本是众卿亚夫 大丈夫在世 就应该做些功绩 跨要后世 告慰祖辞 一时的落魄 何足道哉 可可 既如此 哥哥 且听我细细道来 阿俠 阿俠 在里 又 欣 上 按紧 阿俠 趴 大修 佛 又 嘿 上 驾 驾 驾 没人 里面是空的 中计了 快撤 撤 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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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呓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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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杀 死了死了 快走 快走 三哥 三哥 杀 两下 杀 杀 杀 凉山世大 我已折损梁子 年老白发 不堪苦楚 教师 不如写了详书吧 松头市之战多次 方知贵君气势雄厚 今完全已亡 前十讲和 如蒙霸占修兵 将圆夺马匹尽数纳环 耿机金箔靠劳三军 免治两伤 仅此奉书扶起赵察 扶起赵察 你们杀害了我的兄长 竟想如此轻易了结 赵无死你这个鸟人 你这个鸟人 铁牛不得无力 兄长诧异 既然增加 差人下书讲和 岂能为一时之分 以师大义 梁山一封信写了一堆 不过 只说要财博马匹 此事大有可为啊 他们还要我们交出玉宝寺 便交就是了 那玉宝寺夺马 都是为了我们呢 夺马 夺马 夺了我两个儿子去 梁山说 如果我们肯答应一切条件 他们今天的送信人 便留下为之 听说 梁山来了五个人 恐怕 好了 叫送信了来见 把人带起来 送一封信 何必要五人呢 必然有谋 谋你个鸟啊 哥哥 李奎虽然粗鲁 却是按宋宫明哥哥心腹之人 各使他来修得一祸 那也用不着五个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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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请诸位壮士下去 持久款待 爹爹 爹爹 谁慢 大哥派我们过来坐置 你们也得送过去一人 这 是你们要求和 不是我们求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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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仔 本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使教师说 虽然马匹都归还 但最要紧的是使者 但凡贵债明金退去 他便送来还愈你们 将军饶命 将军饶命啊 将军饶命 增弄求何是真 但史文公为人音效 却非诚意 前日军师让哥哥 写的那封招降信中 一言不提报仇雪恨 只谈银波马匹 狂做小人之状 这是静而视之远 远而视之近 实事妙计 松了那史文公之心 据探马来报 青州 灵州 往增头市的援兵 即日就到 不错 他们人多势众兵强马壮 若是分兵迎战 增头市未免围不住 可若是不战 等他们到了这里 三路兵马未免招架不住 不知卢阳外有何高捷 军师且看 从两州进增头市 必在此会合 领军的是 娇云与河桥 这二人在朝中 我都见过 都是贪图享乐之人 天民赶路 欲业肃营 再者 二人戏出同门 交情匪浅 只要遇着 必在此合军扎营 园外的意思是 齐夕 李肃血液入菜州 无非是齐夕 李肃齐夕成功 乃是依仗大雪 大风出奇不易 可如今春暖花开 园外何以攻城啊 行军齐夕夜营仗我 此处 史文宫便仗了玉宝寺 玉宝寺 有了玉宝寺 便可 稳住史文宫 壮士不必惊慌 两山坡 萧聚一切好汉 若壮士有意义 可在山寨为一头领 躲马之仇 折剑为势 一切都罢 增头师颇在旦夕 任从你选罢 你就这么丢下小将军 跑回来了 是小将军命我回来 告诉军师的 如今宋江只想将这笔千里马骗取 实无心讲和 若还与他马必然要强攻 宋江下面头领 对金银财帛心满意足 易于退兵 如今又听得青州 灵州两路似有救兵 正差人打探 教师 我们可趁他猛将囚在我处为志 趁势结债啊 此次小将军探路 确实可使 那探子何时回来 干完教师 确有青州灵州两路兵马吗 确有 教师 但凡却有兵马来源 两天后探马之人回转之夜 我们便杀得可措手不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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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上 走 部队 撤 里面是空的 快 中击了 撤 撤 ia 逃园 梅 loop 很好 来 走 好 十文公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 师兄 你我同出师门 再朝为官 功名显赫 为何要沦为草寇啊 我再朝为官之时 何曾不想精忠报国 为国建功 可是我屡遭奸臣陷害 至于上梁山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威兄要是有悔改之意 你放我一马 我上报朝廷 可免你一死 若论 你我释出同门之情 放你一马无可厚非 但是 你诛杀了仇干 便死有余辜 不是我看不起你 那林冲明满天下 又奈我何 若是林冲 奈何不得你 你又何能与我相见 原来是你射的机 你是这的机器 哼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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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走 师兄 你若能放我一马 我伤报朝廷保你不死 师弟 大家各为其主 不必多言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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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